你们一定都以为 我恨曹丽华是吗 不 我是羡慕她 你羡慕她 她能够让孙娅爱她爱得那么深 还不值得我羡慕吗 我跟孙娅结婚几年了 一直都是同床异梦 我不但羡慕她 我还佩服她 为了欣赏人 为了儿子 情愿已死 多么悲壮 门心子里 我能做得到吗 我也不恨孙娅 虽然我跟她青梅竹马 我也希望有一天 可以举暗其美 白头到老 可是我得不到她的心呢 而这些我不能给她的 曹小姐都能够给 我这个做妻子的 真的好心配 不 不 自从你进了增加淡淡 你没有一丁点的错 全是孙娅的错 妈不会偏心的 如果你真的想离开这个家 想离开她 想离开她 妈不怪你 妈绝不说一个不字 孟兰 妈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 妈 不是因为这个 孟兰 我的好孩子 那要是真的外边有人 妈不耽误你 找个好人家 赶紧走吧 虽然我的儿子不争气 只让我的儿子不争气 告诉我妈 腰头不算 殿头算 太阳 上的那行的 最强的断 我敢把她 没斜的歪的 那 我们还有商量 商量 看看你妈这张老脸 能不能再还两天 给孙娅 一个机会 妈 我不愿三哥 但我知道 我知道 莫大鱼心死 你要是对他死了心 你要走就走吧 莫兰 妈会亲自送你回家 给你的父母 磕豆 披嘴 妈 妈 妈 起来 起来呀 不要碰我 我只听木兰的 妈 您要折死木兰吗 不管事情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妈妈 木兰 孩子又哭了 你去帮我抱抱他呀 木兰 孩子又哭了 你去帮我抱抱他呀 木兰 脑子又哭了 别拥呀 别拥了 卖书啦 结果结果 你点声 哦 不哭啊 冰糖葫萝 哎 哎 先生 您来串上山楂的冰糖葫萝 好 不要 撂老 loyalty 冰糖葫芦 快爆 爆 爆 明火要是爆 好 来一份 盛奶奶 把车都准备好了 快搬箱子吧 二估人这样 我怎么把它放这儿呢 夜里想了千条路 醒来照旧卖豆腐 让他们这么左一扇右一哄的 又改变主意了 这往后的日月 您可怎么熬啊 卖书了 您看看 卖书了 各国的文学名著都有啊 卖书了 您有什么书啊 随便看看 卖书了 那个 我真不知道 应该何去何从 我不能对不起 苦苦等着我的立夫 恨不得立刻飞到她的怀里 可是 我又不由自主地答应了孙亚的母亲 以前 我对孙亚是恨铁不成钢 现在 我倒希望她不要成钢了 就让她做一块碗铁吧 就让她做一块碗铁吧 好 我帮你揉揉腿 嗯 累了吧 真累啊 可是今天啊 累得值得 留下个聚宝盆 贵姐啊 你说她能留得下吗 太太 八九不离十了 你总是这样 总是替别人着想 哪怕这个人要害你 你也一定要找出一个善良的理由 哎 不是因为我这个 是因为那个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离开的话 那个孩子的哭声 会永远在我的耳边 木兰 难道你还要等到 那个孩子长大成人 木兰 只要你闭上眼睛摇摇头 这道门槛就会跨过去 哎 以前我总以为 跨出这道门槛 对我来说很容易 只要我想舍弃 决定舍弃 我一定可以做到 可是事到临头 我才知道 我就像一只飞虫 被粘在了蜘蛛网上 这个网是你给自己织的 只要你张开翅膀 束缚你的网 就会支离破碎 让你天空任鸟飞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什么事情我都想得明白 可什么事情我都放不下 立父 不要再等我了 我对不住你 我们还像过去那样 做一个好朋友吧 扎实拉的那么大 倒头来又不走了 整个做了一场戏 唱得不行 做法还挺像 哎呀 全把我给蒙了 那木兰不走 是看在咱妈的面子上 哼 只有你们家老太太 才会上那个当 这么大的家业 只要想救了你妈 别人谁能拦得住她呀 大嫂是个笼子耳朵 吃凉不管酸的 我看呐 你们家姓姚算了 你是眼矿子 那老三才是眼珠子 这杨木兰的肚子虽然不争气 但是抱回来一个亲的一样 哼 她图什么呀 还不是分家产的时候 多分一份 我告诉你 只要我父母在 张家就不会分 哟 那你老爸老妈 吃了长生不老药了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再说我父母 傻小子 等到那天 你哭都找不着坟头 这事啊 就是曾家太太和二太太 何其活来算计咱们小姐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木兰也太喜欢这个孩子了 一个不明不白的野肘 到您在小姐手上 冤不冤呢 说不定 木兰跟这个孩子 还真有点缘分呢 太太 阿香 你的话太多了 戴芬 你带阿香下去 给她收拾间屋子 我这就去 太太 你不让我回曾家了 你口无遮拦 还回曾家干什么 就留在王府花园吧 可小姐还在曾家呢 《小姐的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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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喃起涟漪无数 星空无语 守望灿烂的孤独 人月或昏昏 偏偏不在少年路 爱如果回到从前 错过的花开 是不是依然美丽如初 爱如果还要走下去 牵手的你我 能不能过近 能不能握紧爱的温度 爱如果回到从前 错过的花开 是不是依然美丽如初 爱如果还要走下去 牵手的你我 能不能握紧 能不能握紧爱的温度 爱在路上 从来就疯于无数 爱要幸福 哪怕从眼泪中流出 流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过程中的尾巴上